理想型的外型就是愛臉 喔真的嗎 對因為他就看起來很狼狽很累 對你喜歡很狼狽很累 我喜歡那種黑眼圈啊 看起來頭髮很長 然後看起來很累 啊好痛苦啊 我可以贏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翔 我們今天要玩快問快答 你要在邊回答的過程中呢 要邊玩速讀 最後面如果沒有答出來呢 有小懲罰 什麼 有人答出來過嗎 有 有嗎 OK 準備好了嗎 OKOK 好321 好開始 第一題 出去玩你想要穿oversize的球衣 還是韓系的珍芝衫 呃 oversize oversize 好第二題 如果疫情解封之後 你想要去日本還是法國 日本 那休假一天 你想宅在家還是外出趴趴到 呃 休假一天呢 嗯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第四題 上鏡頭 遇到哪個狀況你會比較害怕 演出前拿不及化妝 還是臉很水腫 呃 還沒化妝 還沒化妝 如果下面以下成就 你想要粉 就是破三百萬 還是自己猜一個心疊 都想 都想 太貪心了 都想 好選一個 呃 二 好 好 第五個 呃 空中瑜伽還是健身 嗯 嗯 我裡面都快了快了 呃 空中瑜伽 好 那個 愛蓮還是五條物 愛蓮 哎呦 這麼明確 好 那男友希望是哪個風格的 是陽光運動男 還是韓系暖男 呃 陽光運動男 好 約會的時候 欸我幹嘛 我完全沒辦法分析耶 好 約會的時候 想去遊樂園 還是燭光晚餐 呃 燭光晚餐好了 好 下一任男友是 完全沒有交往經驗的 還是 交往過五十個 女友 完全沒有交往經驗的 好的 那教軟體遇到了 你想遇到一百七十公分 但是秒讀秒回 還是一百八十公分 但是他半天才會有幾次 秒讀秒回 秒讀秒回 好 簡答題喔 好 最喜歡 哪一個季節 季節 我最喜歡 夏天 夏天 那練啦啦隊時 有發生過最爆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 呃 沒有 呃 最爆笑就是我 我直接搶拍 搶拍 好 那想要挑戰哪個Costplay的角色 呃 我喜歡那個 米豆子 性感米豆子 性感米 還加性感 好 列舉三個最喜歡的食物 呃 呃 呃 鐵板燒 起司拌餅 然後跟 跟 小桌碗糖好 小桌碗糖好 說一個你的理想型的三個必備條件 愛我 疼我 也一直有我 好 時間到了 可以我們看一下你答出幾題 給你們鏡頭看一下 但我覺得我一定沒有錯 還不錯還不錯 欸你算是那個厲害的 有邏輯 厲害的厲害 對 好 那我們剛剛有幾個問題沒有問到 我們再繼續追問 好 那這個疫情 這期間影響你最大的一部分 我覺得影響我最大的一部分 應該是我自己突然變成YouTuber了 哦 因為我剛好就是在疫情的期間 就是開始經營頻道 然後就變得比較多時間經營頻道 然後結果我就有達到我的10萬訂閱的獎牌哦 那今後就是講到最後一題是 你最後沒有還有什麼樣演藝的期待嗎 想要演戲嗎 還是說 我確實蠻想演戲的 我也希望就是日後會有一些戲劇作品可以跟大家見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那我們來追問剛剛你的回答 那第二關於說你會解封之後你想去日本 為什麼 因為就是日本有很多好吃好買的就很好逛 在那你就會覺得很心情很好 那以前真的只是被轉到日本的一些那個就是網友熱搜 對啊 所以你想去見一見網友嗎 對我想去日本見一見網友 好那演出前你比較怕沒化妝水腫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是不是不怎麼水腫 啊有喔水腫 不是我要跟你們說因為我早上喝很多水 我早上一定會先喝一瓶水 所以那個其實很可以消水腫加上咖啡 了解 聽說你最近借飲料不是嗎 對 所以就發現喔水腫很有感喔 臉都不會胖胖的 了解 好那接下來剛說的成就的部分 你想要主持哪一類的節目 有沒有想過 我是蠻想要主持一些可能可以hold主key的美妝類型的節目 哎呦美妝 或是穿搭類型 就是女孩for比較女孩子一點的頻道 因為我本身就對於時尚穿搭美妝就是 蠻有濃厚興趣的 說空中瑜伽跟健身比起來 你比較喜歡空中瑜伽 對 因為空中瑜伽給人家會比較 我在玩空中瑜伽的時候我心情是娛樂的 可是我在健身的時候是覺得 這比較有趣喔 過程是比較有趣 雖然那個也很平很累 但是就是會覺得好玩 但健身會覺得 再過了 再撐一下下 再堅持 感受不太一樣 對 那剛剛那個愛玲跟五條五 你毫不猶豫就是愛玲 因為我沒有看那個 喔你沒有看另外一部 我沒有看另外一部 而且我之前有在就是 之前有另外一個專訪問我說 喜歡的角色 我就說理想型的外型就是愛玲 喔真的嗎 對 因為他就看起來很狼狽很累 對你喜歡狼狽很累 我喜歡那種黑眼圈 然後看起來頭髮很長 然後看起來很累 每天都很累的那種 OK他是風格 如果粉絲自己有match的話 可以去私訊一下 好 可是你幽默的事情現在提 我問你說你喜歡哪一個類型 是陽光運動男 因為你沒有頹廢男啊 喔沒有頹廢 沒有才華頹廢男 最重你的現在是頹廢就對了 就是才華頹廢男 才華頹廢男 對 那比起剛剛有個二選一的是 沒有交往經驗跟交往過五十任女友的 你選前者 因為就是 因為我想要跟直男交往看看 感覺可以鬥弄他 喔了解 好那交往軟 交往軟體裡面 你說遇到一百七十公分秒回 跟一百八十公分半天回一次 你選擇是秒回 對啊 因為我其實我以往 我身高沒有太列入我的 考量範圍 對 而且會秒讀秒回 代表他很用心 很重視你這個人 好那你最喜歡的季節是夏天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一個陽光girl啊 我很喜歡做一些戶外活動 對就是衝浪啊 玩水啊 然後什麼開杯子什麼的 開杯子 沒有啦 沙灘車啦 要做特效的開杯子 好那那個練啦啦隊遇過最好笑的事情 你說搶拍 你有放到自己的那個 我有放 因為那真的太好笑 我整個臉就是 就是我整個臉很緊張 我以前就是剛加入我就很很焦慮嘛 所以我一搶拍 我就會整個臉就會讓大家知道 我正在搶拍中 可是我現在就是你知道 已經待過一年就知道可以 就是笑笑待過啊 就裝裝美食啊 笑筆 好那你剛講完就是這些 剛所有的問題 然後將你答題 因為你沒有成功 所以我們現在一個小小的懲罰 是 我們的小懲罰是要吃酸糖 一邊介紹你的寫真集 跟你接下來的規劃 好 好期待喔 我們在進懲罰環節喔 我們要稍微咬一下 然後開始介紹你的寫真集 大家好 就是 除了第二本寫真叫做與你相愛 這次比較特別 我們有出一個私藏版 然後私藏版的贈品是 有這個 髮鼠件 然後它是那種材質非常厚實的 很好畫 然後跟這種 無折海報桶 就是打開就是不會有痕跡的 那種海報桶 然後接下來 我的寫真書也 啊 即將第三刷啦 然後大家想要購買的話 可以到我的IG或是粉絲團 都會有連結 可以下單喔 哇 要泡泡 對 沒有 對 進過 哇塞 哇 為什麼 嚇我 太厲害了 我是亞當 好久不見 你好 對 震撼了這個作品 它就是那隻毒蛇 拿進我給我們看 感覺跟你閉下蘋果好小 沒有 沒有 它本來就是小蘋果 就是本來那種小蘋果 我以為金色 對 妳那個下面是一個刺青嗎 對啊 因為妳刺的是哨拔嗎 還是 我刺的是藍色玫瑰花 玫瑰 妳刺這個藍色玫瑰的時候 那個刺青是 手很痠 它 沒有啦 過該 是我自己這樣子 蛤 這樣嗎 來看那一段VCR 喂 對 一根狀是一段 嘛